嗯 可是一定要好好吃喔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志 一美冰棒來新加坡了 超開心 好 今天跟大家開箱這三個 紅豆昏貴還有黑糖珍奶 還有這個 珍珠奶茶冰棒 好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開箱先切這一支 這個是5支莊的 然後黑糖珍奶裡面這個 我看看這幾支 好 黑糖珍奶裡面是4支莊 然後這個是珍珠奶茶冰棒 這個也是4支莊 然後這是紅豆昏貴 紅豆昏貴 這個是12345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切換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現在先切這個 紅豆昏貴 紅豆牛奶冰棒 紅豆腐 以前在吃著 啪啪啪啪啪 它裡面是長得這個樣子 這樣 好 我要切一塊哦 看的到嗎 切得下去嗎 我不知道 好像可以 欸 可以 Chris 麵糏 被我切裂了 还切面 好了我们要开动了 它里面环柜好大一个 赞赞的 还是一样好好吃喔 满分十分 可以看 可以 好 接下来给大家看这个 黑糖珍奶 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喔 这之前就吃过了 我自己蛮喜欢 我会给9分到10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样子 哇 上面都是珍珠 那你吃 好那我要开了 再开给大家看 这个是珍珠奶茶冰棒 它这个是 好像台湾第一支双色冰棒吧 它里面长得是这样 切给大家看好了 这个吗 我觉得以前 以前小时候 吃的它比较大支 现在都好小支喔 好我现在切给大家看喔 它珍珠奶茶里面长这个样子 吃啦 嗯 嗯 好好吃喔 对不对 嗯 吃饭满分 你的那支我可以切吗 我已经切成这样欸 不要我就好怕 好吧 没关系 切不下 你的黑糖之奶奶真的很好 嗯 比较 Because 这做奶茶比较好吃 吃es 那拔奶茶超好吃 因为它有一盆牛奶 同意 而且它奶茶是 它这个奶茶是 义美鲜奶茶的味道欸 嗯 根本 жест 有喝过一美后奶茶这个 它这个奶茶的部分就是一美后奶茶 然后上面的牛奶部分就是用一美的鲜奶下去做 我有怀念一美的后奶茶 厂商厂商 快点进货一美后奶茶到新加坡 超好吃 吃光光了 超好吃的 满分十分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嗯 我 结果